人没老一岁都要过一次生日 谁过生日的时候不想hold住全场成为自己的主角呢 可是近日谭永玲永远25岁的谭校长似乎并不是这么幸运了 对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过生日请什么人来开party很重要 这是跟开演唱会请什么人做嘉宾很重要 搞得不好后悔一年呢 谭校长近日为自己的63岁大寿组了个局 各路好友都前来道贺 但有一个人实在是太折腾了 谭校长这句生日愿望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因为很快他就要对某人显示出自己的包容了 没错 这位用特别方式抢谭永宁风头的 正是谭永宁的中央级老友 风酒避醉的曾志伟 当天生日会结束后 一众好友钟振涛 李克勤 陈百祥等相继离开后 很快曾志伟也闪亮登场了 但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曾志伟已经不省人事 他坐在轮椅上被抬出酒店 任有人们随意摆布的将他搬上车 却毫无反应 惹得帮忙抬他出来的朋友都忍不住投笑了起来 24号曾志伟的醉态毫无意外的登上了娱乐版面 甚至大家都忘了提起那是谭永宁的生日宴 我说曾志伟曾大哥 您老爱喝一杯没问题 但能别老在人家婚礼生日宴上出人头地呢 做人要厚刀啊 你的今天的本篇九七巡天报道